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厨房想和您分享 究竟有什么食物对我们眼睛特别好 可以令我们减少眼睛的不舒服或疲劳 除此之外,年纪大了 还可以帮助预防有青肝眼或黄斑病变 由于我们经常接触到紫外肝 所以紫外肝很伤眼睛 如果现在夏天,阳光很厉害的时候 我们出去户外活动就最好戴上太阳眼镜 可以帮助遮挡太阳的紫外肝 在食物方面 最主要有些食物含有花青素、叶黄素、抗氧化物 或者是维生素A、DHA 这些食物都可以帮助预防眼睛的血管病变 亦可以预防很多眼部疾病 有些时候甚至眼睛比较疲累 都会引起泪水分泌不均匀 亦会有眼肝、眼疾病的情况出现 这些食物都可以帮助到 近视、软视等 都可以多吃一些护眼的食物 第一样很好的护眼食物就是鸡蛋 我们最好用水煮或蒸 让油分不要太多 因为如果我们煎蛋或炒蛋 油分就会比较多 因为蛋含有很丰富的热黄素 还有它也有丰富的维生素 尤其是蛋黄 我们要吃完它 它对我们的眼睛就特别好 第二个食物就是三文鱼 其实三文鱼除了对我们的眼睛有好处之外 其实它对我们的心血管也是非常好的 三文鱼还含有一种叫虾红素 对我们的眼睛也是非常好的 另外它含有丰富的奥米加3脂肪酸 可以对抗发炎 所以除了对心血管好之外 对我们眼睛的血管也是非常好的 第三个要介绍对我们眼睛是非常好的食物 就是西兰花 西兰花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 它可以抗癌 又可以护眼 它也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和维生素C 它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 亦可以对抗自由基的伤害 对于眼睛也是非常好的 第四个要介绍的就是菠菜 菠菜 大家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铁质 其实它维生素A也是非常丰富的 而且由于它液含有草酸 所以我们要煮它的时候 最好就是用水煮一煮 用水煮两三分钟就可以吃 反而如果用来炒 而你不煮水 你就会吃到有些很稠的味 而且它的草酸都会阻碍我们身体吸收钙 所以最好的食用方法就是用水煮一煮它 然后才食用 下一个很健康对我们眼睛很好的食材 就是粟米 因为粟米又有叶黄素 又有胡萝卜素 而且它亦有丰富的抗氧化物 而且粟米本身也是有一个去水利尿的功效 而且它的粟米酥也不要浪费 粟米酥可以用来煮水 就是可以帮助治疗糖尿病 下一个要介绍的就是红萝卜 红萝卜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对于眼睛的生长和保护视力 胡萝卜素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亦是可以帮助舒缓疲劳 虽然红萝卜对我们眼睛都很好 不过食用的份量就不要太多或太密 否则那些胡萝卜素 积聚在身体里 就会令皮肤容易发黄 另外一个对眼睛非常好的食物 就是海带 它含有一种很独特的海草酸 这种海草酸可以帮助我们人体 保留身体里面的一些微量元素 例如是角、西和身 这三样微量元素对我们的眼睛都是非常好的 另外有一些食物我们经常都会知道是可以帮助眼睛的 一些中药材,例如杞子和黑杞子 因为杞子里面都含有丰富的花青素 对于我们的眼睛也是非常好 而且因为它有清肝明目的功效 我们的肝好眼睛也是会自然好的 另外一个中药材就是缺明子 缺明子也是可以清肝明目 也是对我们的眼睛非常好的 而且用来焗茶也是非常简单 再一个又是可以用来焗茶的材料就是菊花 对于我们的眼睛也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如果我们的眼睛很疲累 有红筋 可以喝一些菊花茶就可以帮助清热气和清肝明目 好了,今次我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就like、share和subscribe我频道 还有欢迎你们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